今天带大家参观呢是一套位于卡塔海边的顶层富士大公寓 它呢占地面积414平方不仅有非常宽敞的面积并且拥有无敌的双海景 并且它还可以个人名义持有还拥有四家庭院四家车位加四家泳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明磊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位于卡塔海 它的一个高端公寓项目 距离非常有名的卡塔岩石呢吉普之遥 那么今天带大家参观的这一套呢非常的特殊 它占地面积非常的大 414平方 两层三间无敌的海景套卧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到内部来参观一下 在带大家参观房子之前呢 我想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社区的一些公共区域 现在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社区的公共泳池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这个泳池的面积巨大 而且最好的是它面向大海这种无敌的景观非常好 并且呢这个公共泳池部分还设置了非常多的公共休闲区域 在泳池的正中央你看这个平台区呢是方便大家开party的时候放酒用的 所以这个设计啊非常的巧妙 那么看完这个公共泳池呢 在我正前方呢还有这个社区里面一个配套齐全的健身房 健身房落地玻璃窗面对的也是无敌的海景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公寓的入口处 先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公寓所在的社区环境 整个社区的道路两旁全是几十年的这种参天大树 走进来的感觉就像来到了森林公园一样 并且这个公寓有一个非常好的亮点 它拥有自驾的四人车位可以停一台车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正式入门的这个台阶 台阶上有个路影 我们要参观的这个是11号 并且还有个9号是一样的 上来台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台阶两侧的这种绿植也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自家的这个公寓门口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方的一个小庭院 这扇大门呢就是公寓的正式的入户大门 进来这扇大门你会发现啊 哇这竟然有一方这么漂亮的庭院 所以说这个公寓跟大家想象中的公寓不一样 它甚至像一个别墅一样 你看进门之后这个长长的无边泳池直接面向大喊 并且这个庭院呢也非常的宽敞 有这个绿植有漂亮的这种啊三角梅 并且这个庭院里面还有户外的淋浴 以及啊户外的一个客用卫生间 这所庭院里面还布置了有户外的烧烤区域 还有户外的用餐区域 上面呢它其实有遮阳棚的 到下午的时候这里啊非常的舒适 整个庭院呢方方正正非常的漂亮 有有一点点宽敞 那么现在呢我带大家进入令人震撼的室内空间 整个公寓呢它是两层的这种顶层公寓 咱们向来的这是第一层这一层进来吧 你会发现这个空间方方正正正的这是个客厅空间 这个客厅是不是我们觉得超级无敌通透的一个客厅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客厅三面全是这种落地玻璃窗 所以是无比的通透 前面从庭院刮来的是山谷里的风 这一面这个折叠一门打开呢 迎面吹来的是来自大海的风 两个方向的风呢形成对流 所以这个空间呢非常的凉爽 在这个房子居住呢大部分时间是不用开空调的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客厅的布局 正中间呢围和式的沙发 周围呢这一圈的这个落地玻璃窗 然后面向大海这一面呢有这个休闲藤椅的装饰 这个客厅前面是有个阳台的 来到阳台呢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房子最最大的亮点就是从这看上去这种海景 我们说它双海景 一个是正前方呢这里是大卡塔海滩 整个海湾都看得非常清楚 并且还有秀丽的海岛风光 再往前呢是海天一色 那么在这边的前方呢还能看到第二个海滩 卡伦海滩一样能够看到 再往我这个侧前方呢就是普吉大佛的这个山景 所以说整个客厅面向的是真的是无敌的双海景 这种景观 这样的景观离海那么近视野那么好 在整个普吉岛来说也是非常稀缺的 好开完这个整个客厅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呢就是这个房子的餐厅和厨房 这个餐厅和厨房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半开方式 相连接也相对独立 中间呢放了这样的那个容纳 八人就餐的方形的餐桌 坐在这里就餐户外的这种特别好的海景 然后吹在海风 上午的时候呢这里啊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 据业主给我们介绍上午的时候坐在这看书特别的舒适 这一侧呢是餐边柜啊上面装饰画 那么我们再看餐厅隔壁呢就是这样一个厨房 你看厨房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合理 我们从这进来 走走这样椅子形排开的这里啊 电磁炉啊抽烟机以及这些呢储藏的这个功能 在这里又一次排开的是洗手池 尖啊这个倒台的功能 所以在这里啊非常的方便 又能跟这个餐厅的互相的这种通透 这一层基本上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带大家去下面这一层看一下 下面分布了三间套卧 我觉得这三间套卧一定让大家会有所经验的 因为景色都非常的好 下来之后一排排列了三间卧室 我们呢按顺序先来看第一间卧室 那么第一间卧室走进来 左手边呢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衣柜 右手边呢就是它的卫生间啊洗手机啊 这些都有因为有既有再往前走呢 这一个宽敞明亮的这个主卧室 首先呢是双人床 然后床前的这种那种床前柜 最最好的地方要多给大家讲的亮点 一定是这个推拉衣门打开之后 每一间卧室前面都有一个宽大的阳台 这个阳台呢甚至都可以说成这间卧室出来的一个小庭院一样 因为它比传统的亮才要更宽阔一些 并且这里种了一些的绿植 所以又是一方庭院 那么这里看上去海景依然是毫无遮拦 看一下卡塔海滩的这种风光 看一下这个渐变的海水特别特别的美 整个这个户外的庭院呢是三间卧室相通的 我们从这再来进来第二间卧室看一看 这还有户外的衡椅的一个布置 进来这第二间套卧放了是两张单人床 对面依然是有卧柜的一些布置 那么这间的卧室它的配置呢 跟第一间差不多一样是一侧的这种大衣柜 一侧的是飞升间 那么同样无遗的海景已经看过了 我们从这再看一下这个走廊的这一面 还有整排的这种储物空间 空间利用非常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了 那么主卧进来明显的整个房间更大 更加的宽敞 并且呢拥有了这种推拉门打开之后 布入式的衣帽间 所以啊主卧的配置最高端 布入式的衣帽间出来 这还有一个这个独立的 这种化妆台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卧配置的主位 卫生间进来果然不一样 主卧这里增加了一个独立的浴缸 还有这样布入式的一个连浴间 双吸收台对称一边一个 再一个马桶间 这个卫生间更大更豪华一些 好我们出来卫生间继续往前走 整个主卧呢 你看它的这个床的安排也更好 床对面看出去的就是无敌的海景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主卧的空间 它比较宽敞 所以还有一些休闲桌椅 那么主卧大开推拉一门 我们再一次来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庭院 这三间卧室的户外庭院是相连接的 所以忍不住再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无敌的这个海景 好那这个房子呢 楼上楼下两层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们参观完了整套公寓 现在我是站在整个社区的泳池区 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公寓的几大亮点 第一呢这套公寓我们说一下 它是可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公寓 像我们这一点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第二呢这个公寓呢面积巨大 并且拥有双海景双层三卧四卫 它的格局呢非常的通透 这也是大家喜欢的现代风格 第三呢这个公寓它能够拥有别墅的配置 拥有自己的私人泳池 拥有自己的私家庭院 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 最终上几点优势呢 我们觉得它的业主报价4900万的这个价格 还是不错的 喜欢这套公寓的伙伴可以尽快的跟我们联系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